打開來 當然如果你不習慣在電腦上看的話 你就把它通通列印出去 總共37頁 再慢慢看 這樣子你就不用額外再去買書了 這邊通通有 你家裡只要印表機就可以了 是非題有沒有 像這個第一題 第一題可能很多人就 什麼叫鏈接程式 將高階語言原始程式 轉換為目的的程式 可能很多人看到這一些話 大概就已經看半天 每個字都認得 但是通通拼在一起 所以你就是 這是錯的 看到這個的時候 馬上就錯的 這個不要看 遮起來 這個約為 對還是錯 錯的 對的不要偷偷瞄 最好看他們把它貼起來 這樣通通把它看過 不然說真的這些 如果你自己沒有學過 那個什麼電腦基礎 或者計算機概論的話 說真的這個對各位來說 還是有點太深的 對 對 這個很重要 就是說雖然你現在不懂 可是如果你希望你將來 能夠成為一個電腦的 至少不要說專家啦 至少有一點電腦程度的話 以後跟人家聊天的時候 還都可以暢所欲言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都是很重要的 像什麼BIOS 這是什麼東西 基本的 這個系統 對 那這個它這邊就錯了 這BIOS其實如果你不知道 你還一定要知道 因為電腦最重要就是 一開機就要有BIOS 如果沒有BIOS的話 那你電腦就沒辦法開機 所以以後如果人家跟你講說 你BIOS中毒的話 那你就知道 BIOS中毒 那等於就是 你這一台電腦 一定要搬去原廠 BIOS要重新再燒錄了 不然你就沒辦法開機了 那其他相關的啦 這些 總共有一千題 這個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學科 時間有限沒辦法帶到 所以這部分就交給學科 那術科的話 就是我們要講的 然後原則上我們就是 四大類的題目 會把它講完 那需要的附加光碟檔在這裡 所以將來有沒有 第一題 就有這些 那按照類型排序 你會發現有沒有 GIF跟JPG 有沒有 這些就是 這個圖片檔 然後這個 下面這個就是文字檔 這個就是音樂檔 所以你可以把它打開來 這個文字檔有沒有 它這個GIF的圖片檔 打開來 它就會把這個圖秀出來 我們就這個圖 然後音樂檔 這個有沒有 MIDI檔 你看這個檔案只有13K 因為它不是MP3 MIDI檔 好像好像比較沒有那個 比較沒有那種版權上面的問題 比較沒有 因為它有重新編曲 那每一題都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考試要用的時候 考場也會提供給你這些 總共20題 那考試這個地方就會用到 好 那這地方的話 我想 不然你們就先下載這個 這個好了 在我的3CC這裡 我先把畫面還給各位 好 OK OK K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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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